大家好,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去年12月,央视跨年晚会录制那天,周深走上台,发现台下是有观众的。 恍如隔世,这样的场面好久不见了,听到观众的欢呼声从非常近的地方传来, 周深觉得那是2022年自己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, 因为太久没有过这么近的信息互换,有人听到你唱歌,那种最真实的感觉砸在你脸上, 那天周深唱得很放开,他要好好享受这样能与观众面对面交流情感的时刻。 就在三年前,他突然被隔离在家,被靠着家里的白墙录完了两期歌手当打之年的节目。 从那时候起,疫情反复,他已经逐渐习惯了对着空荡荡的演播听唱歌, 歌声顺着麦克风飘荡出去,或许会在未来某个时间收获观众的反馈, 但永远不是现在,这对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歌手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, 我自己一直觉得歌手最大的魅力一定是在现场, 哪怕你现场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完美, 我们一定会偶尔几个音飘一飘, 我们是人,但是这就是现场的魅力, 你所有东西就在那一瞬间。 尽管如此,通过屏幕,周深正在抵达越来越多的观众。 过去一年,周深几乎不间断地在各个节目和舞台上出现, 我们的访问在大年29的晚上7点半进行, 整个1月中上旬,他忙于春晚连排, 跟人物见面的当天白天还在跑流浪地球2的宣传, 他为这部电影献唱了定义主题曲人士, 9点专访结束后,他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下一份工作, 而转天大年30的春晚, 他又在家家户户客厅的电视里出现了。 尤其在跨年这段时间,周深几乎是出镜率最高的艺人, 他参加了四台跨年晚会, 无论换到哪个台,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一个晚上,他为观众奉献了八首歌, 这还不足以囊括他的丰富性。 四大名著连连看一首歌中, 他就演绎了四种声线和唱法, 巷口袋里有掏不完的法宝, 给出惊喜,成为大家对他默认的期待。 大鱼的作词人和制作人影约, 也是周深的多年好友, 在他看来,周深是一个弹药库特别充足的歌手, 冷兵器你要什么他这里统统都有, 那种炸弹级别的热兵器他也可以给你, 他可以特别细致入微地演唱, 也可以掀起飘飘玄幻鼓风, 也可以富有爆发力, 他的表演适合的场合多, 他所能够驾驭的作品的风格和类型多, 所以才会在各个圈层, 各个舞台被大家听到, 看到,周深也一直想打破外界给他定义的标签和范畴, 因为早期我的特色和风格非常明显, 可能大家第一个想的就是空灵飘渺, 这是很好的一面, 但是后面好像大家会用那个印象去缩小你的容量, 所以他总是会用新的变化去覆盖那个刻板印象, 被看到, 被认知, 对于周深来说, 像是找到了自己存在的证据, 因为以前多多少少, 会有人出于好奇或所谓猎奇的心态去听我唱歌, 但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了周深的声音是这样的一个声音, 然后再去听我唱歌, 我觉得大家心态也都会不一样, 回想起八年前, 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盲选的时候, 周深还没上台, 就听到身边传来一声嘀咕, 这个样子的人也能唱歌, 几年后的一次快牛晚会, 一个坐在观众席的朋友看完演出, 跟周深说, 我要哭了, 周深不紧, 热闹的晚会, 为什么会哭, 朋友说, 因为你上台的时候, 我身边观众的声音都说, 这个人唱歌很厉害的, 我们要好好听他唱歌, 你耳边再也不是当初盲选时听到的那句话了, 在唐田看来, 周深最大的特点并非音语有多宽, 或唱功有多好, 而是他能在歌曲中实现富有感染力的情感沟通, 他也能理解, 现在周深之所以成为各大晚会, 音乐节目和影视剧原声带热门人选, 是因为他唱的这些歌能实现普世的共鸣, 周深身上永远有一种对身边人的关照和理解, 这让他可以在歌曲中实现共情, 又合作过的制作人小称周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方, 能力上是这样, 性格上也是这样, 为他人的需求服务, 一直是周深最重要的行动导向, NPO把导演姚一天当初选择周深作为第六季的常驻嘉宾,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他很会替他人着想, 能够和所有嘉宾融合到一起去, 他在节目上狠豁地出去, 也会主动地把梗抛给其他人, 在一期节目的游戏中, 周深中途以外暴露了自己的卧底身份, 节目刚录完, 大家还在吃饭的时候, 周深就给姚一天发信息, 说担心自己破坏了游戏原有的设计和效果, 一直到播出那天, 虽然最终节目效果很好, 周深还是耿耿于怀地在跟姚一天讲这件事, 他很在意能不能通过努力给我们节目带来一些好的效果, 要保证他自己没有掉链子, 他总是很在意这个东西, 过多为他人考虑, 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, 周深少了一点艺术上的韧性, 了解他的人知道, 周深是有创作能力的, 在录音时如果需要自己配个和声, 他不需要鞋谱或乐器提示, 张口就能唱, 大于华彩部分的音唱也是他在棚里即兴演唱的, 但等到可以在专辑中无所顾忌地表达自我的时候, 他反而会陷入一种如理薄冰的纠结里, 周深自己也承认,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, 无论怎么样, 也该丢出一张专辑了, 他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着他能有更贴近自我表达, 意涵更丰富和深入的作品出现, 去年他也为新专辑做了很多准备, 但始终觉得还不够好, 其实我到现在也是不自信的, 周深说, 放开自己对他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 伪到了一个新的节目, 新的环境, 周深还是会设恐, 但他会强迫自己适应的快一点, 再快一点, 双刃剑好的一面就在于, 周深让自己发展出了一种无条件的生存能力,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, 他都可以很快地适应,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, 并且扎下根来, 周深把这种适应能力归功于小时候的成长经历, 父母很忙, 他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, 一次印象很深的是,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, 他做完了饭, 去给爸爸妈妈送饭, 路上有个一两米深的大坑, 上面盖着一层编织布, 他没留神, 筐的一下就掉下去了, 妈妈看到他的时候, 周深提着饭, 满脸血, 头上摔了一个大包, 他都没想着要让爸爸妈妈带自己去医院, 而是把饭放下, 自己回去找了一个诊所包在伤口, 从那时候起, 在周深的意识里, 无论什么情况, 都需要自己学会面对, 坦白来说, 近几年对于音乐人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时代, 疫情影响, 线下演出基本停滞, 短视频冲击, 音乐创作和传播的逻辑发生根本转变, 专辑视为, 音乐人实现自我表达和多样化创作的空间越来越少, 在这样的环境里, 周深以一种任性为自己撑开更多空间, 他正在成为当下人们在音乐上的一个最大公约数, 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中满足着最大多数听众的需求, 他也希望当听众需要他的时候, 他始终是在的, 2019年9月, 距离周深参加歌手当把支年还有几个月时间, 中秋节, 朋友的妈妈在家里烤月饼, 结果糊得不行, 一盘月饼从烤箱端出来的时候都黑曲曲的, 朋友拍了张照片, 当作一件糗事, 给周深发过去, 周深看到之后非常兴奋, 把那张图片放到最大, 结出饼皮表面唯一几粒还没糊的芝麻, 当成表情包给对方发了五六遍, 说, 你看, 每个糊透了的月饼上面总有努力没有糊的芝麻, 那就是我,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, 敬请关注哦! 感谢观看!